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理的德巴丁伊丹斯里阿邦周哈瑞表示 农业旅游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 而且也将提供更多的全职和兼职的就业机会 他今天受邀为沙拉越农业旅游大会及波兰会主持开幕一室 但由于不客出席 他的讲稿子是由沙夫总理德巴阿邦周哈瑞来代读 总理是认为说 通过大会所汇集的众多与农业旅游相关的专家及利益相关者 将可以来共同塑造农业旅游在沙拉越的未来 通过这些会讨论和探索 我们专业的投资 在专家里的专家里的专家 提供的建设 新的建筑 新的建筑 专家里的食物 专家里的专家 专家的专家 会不仅增加核兴兴经济的经济经济 但也会带来社会保护 继续换个焦点 天然资源及环境局 为促进社区的健康饮食习惯 特别举办了第五届天然农贸市场 主要是为了小型企业家提供 销售自家种植的新鲜农产品的一个机会 郭总理达德斯区沈桂贤 星期六在古晋南市市政局 出席这个活动的时候就表示说 希望之类的计划能够鼓励 鼓劲市民多多购买健康的天然产品 同时也能多多鼓励本地的商家 上月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 德德斯区阿布德卡林表示 举办体育赛事的目的是为了寻找 有潜能的新秀 他认为这也能够发掘 本地年轻人的一个潜力 培养他们能够在未来代表上月 参加更高级别的赛事 他昨天在古晋为 Bukisio国际山地脚车挑战赛 颁奖后提到说 因为上月作为明年马运会的东道主 政府也将全力的来支持 所有的筹办工作 全部都在订阅 政府都在订阅 政府都在订阅 所在订阅 给了八个区域 给了四个区域 在哪里 订阅三个区域 会有八个区域 所以全部都在订阅 除了个小区域 其他区域 有八个区域 也正在订阅 比较 较早前 Abdukarim为越野接力组 主持 徽旗里 来自柔佛的山地脚车队伍 成功赢得冠军 赢得一千五百令吉的现金奖 以及奖杯和奖牌 那亚军则是分别由 Three Nations 和来自泰国籍柔佛选手组成的 Thai X Johor联合队伍 分别斩获一千令吉 及八百令吉的现金奖 那么在另外一场活动上 达到Abdukarim 在沙大为第十届 全国独中球类的警票赛 主持开幕一事 他在致辞当中也提到说 运动可以作为 培养各族的团结精神 让国家持续和谐及繁荣 他说 所培养的团队精神和团结 可以反映到 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也可以帮助江强 和其他种族之间的关系 Sports is very very good for you all as much as possible we should not have politics in sport we should not have disparity racial disparity in sport Sports is the venue for us to build ourselves to build our character and also apart from that when you are involved in sport it build up that fighting spirit in you which will in some way will make you be a better person 也是沙旅游创意产业级 表演艺术部长的他宣布 通过他的部门 播出了20万令吉 作为沙拉越政府 对这场锦标赛的支持 那一共呢 有来自43所 来自全马各地的独中 近1700年的学生 来参加这场由古境一、三、四中 联合举办的锦标赛 继续我们把焦点转向西连 沙东山将在大古境发展 协调机构的监督之下 继续的获得发展 沙教育创新级人才发展部长 Dato Roland Saga表示说 沙东山的发展将进一步的推进 当地的生态旅游发展 他星期天为2023年 沙东山登山挑战赛 主持开幕一世级致辞的时候 就表示说沙东山的生态旅游 也将可以吸引来更多的游客 进而提升当地的经济活动 而这一项比赛也获得 375名户外活动爱好者的参与 反应非常的热烈 那今年参与人数呢 更是超越了去年的297人 同时也是 大亚驱州议员的Roland Saga 移交了种植 20万令吉的沙其他宗教事务单位 拨款给甘邦巴鲁马王的 San Barnabas教堂 那之前呢 他还为几个已经竣工的 乡区转型项目来主持开幕 继续带你来关注 社会福利的议题 上来月政府正在古迹 施乌明都鲁和美里 以中转站的一个形式 积极的来为无家者 提供支援和干预设施 上来月妇女儿童和社区 和谐发展部长 Dada Sri Fatima Abdullah表示说 萧拉玉是根据当地流浪者的统计数据 来兴建无家者临时的收容中心 萧拉玉是根据当地流浪者的 萧拉玉是根据当地流浪者的 同意给掌握 之后它就是第二次价型作云 自由yen الش篇 社交平和生性 德德区 Fatima昨天在古静Mashima广场进行的无家者观察综合行动后 提到说除了为无家者提供居住场所和饮食之外 也为他们来提供创造收入的培训 很多天有两方只有相机 像中国有 spre測 Jupiter有提供的能力寄断 均道有提供食机 在汽車店鋼 有些人可以工作 也要保持招待 所以在汽車店鋼 有些人可以操作 操作生物 有些人可以操作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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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所有 他們可以操作生物 可以操作生物 根据了解 由古靖北市市政局所负责的 古靖无家者临时收容中心的翻修工程 正在进行招标当中 预计将会在2024年2月份完成 继续 我们把焦点转向食物 商量愿有能力培养出更优秀的弓箭手 来在国家和国际级别的赛事当中 争取冠军 沙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 副部长陈明志表示 射箭运动需要很高的技能 高度的专注力 信心 还有准确性 那在过去的星期六 举行的2023年 诗乌传统射箭公开赛 及莫迪卡挑战系列6 锦标赛的开幕典礼上 已是博拉旺区州议员的 崇明志也激励参赛者们 要尽最大的努力 把烧鱼的名誉 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他也承诺将提供射箭设施 以便在诗乌赛区 举办更多大型的比赛 从8月26到27日 举办为期两天的 2023年诗乌传统射箭公开赛 及莫迪卡挑战系列6 锦标赛当中 已获得来自古镜 美里 云都鲁 木交 施里街和施屋的 160名参赛者参加 这个比赛分别 有分为三个组别 也就是呼鲁巴浪 3Candy 50米 以及施屋的公开组 同时锦标赛也将领选出 运动员来代表上个月 参加在今年10月份 举行的全国传统射箭锦标赛 今天新闻结束前 带你一起来回顾 2023年第十届全国华文独钟 球类锦标赛的开幕活动现场 同时感谢你收看 今天的乌卡斯话语新闻 也欢迎浏览乌卡斯各大社群平台 网站 乌卡斯.strawa.gov.my 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乌卡斯 YouTube频道 打开小铃铛 那就不会露接任何的新闻资讯了 注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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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